我国本土病例暴增 虽然大部分感染者都是以轻症为主 但每一天还是会有部分的个案 恶化成中重症 照理来说只要是65岁以上 或是有高风险因子 都可以接受口服抗病毒药物的治疗 不过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 现在只开出了1959人份的口服药 从药局发配到居家照护者 更只有37人份 有急诊医师就反映了这问题 出在开药真的很麻烦 平均一个人得花两个小时跑流程 甚至有确诊者是都已经渴血了 却是连跑了两间医院都拿不到药吃 确诊居家照护期间突然病情恶化 有民众把家里的退烧药 感冒药统统吃完依旧不见好转 但想要请亲友帮忙买药 却困难重重 困难点就因为我们像都是受隔离 确诊的药局那边有担心说 他们要拿给我们吃的话 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 他们不敢办那个责任 还有确诊消防员因为咳出血丝了 只好自己开车就医 但跑了基隆南家医院挂急诊 想请医师开药却接连碰壁 最后跑到北市医院才终于拿到药 只是根据指挥中心指引 只要临床评估符合六十五岁以上 或十三种重症高风险因此 就可以在清症时接受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 但本土病例暴增后 至今却只开出一千九百五十九人份 从药局发配到居家照护者 更是只有三十七人份 如果是本院的个案的话 可能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内 那如果含取药的话 可能会久一点 就可能要到其他医院去领取 主要就是因为开药过程相当繁琐 要先评估病人资格取得同意书 第二步要填写申请检合表 确认个案的法传编号 但由于药物之间会有交互作用 医师也要查看病人云端药力 确认能否服用 有时还要抽血检验肝肾功能 也有急诊医师相当无奈 光是开一份药就要花两个小时 光想就觉得累 因为这个药是紧急授权 医院里面也不会有备药 现在主要应该是要简化 这个申请的程序 把它下放到比较基层 主要建议应该尽速回归 奔级医疗 规划让基层诊所 从检验确诊 到开口服抗病毒药物 提供一条龙服务 争取救治时间 就听我们的视频 国内疫情升温 快筛的需求大增 不过药局快筛实名制 经常排队 而且一技难求 为了避免民众买不到 经济部协调家用快筛厂商 在超商卖场等等 八个零售通路 开卖每季180元 每人限购一组 但仅限燃疫风险 比较高的地区 北北极桃门市才买得到 不过可能因为价格 相较于实名制来的贵 而且限购计量少 买器似乎没想象中热落 结账柜台放着一整栏 家用快筛试剂 卖场加开专门窗口服务 有人还以为来买快筛实名制 带着健保卡结账 但就是怕民众到药局买不到 经济部才协调厂商 播出非实名制快筛剂 在超商卖场等 八个零售通路开卖 每季180元 每人限购一组 但仅限燃疫风险较高的地区 北北极桃门市才买得到 超市超商开卖家用快筛 主要提供民众集用 因此每次限购计量少 加上又比较贵 买器似乎没想象中热落 开卖一小时 架上存货还很充足 亚培的部分是采 就是门市现场排队 跟询问购买 当日销售完毕为止 那隔天继续 国内疫情升温 快筛需求大增 更多通路 加入贩售快筛试剂行列 舒缓先前一记难求的状况 记者综合报导 教育部调整染疫停课标准 宣布从8号开始试用 医市教育局跟进不少班级 在今天其实就可以恢复上课了 这让不少学校老师在周末加班造册 分装快筛试剂 不过因为整个作业流程实在太赶了 有部分的班级 即使是符合新规复课的标准 不过根本来不及领快筛试剂 像是北市的长安国小 就决定缓冲一下晚一天复课 所以今天一早校门口还是有很多家长 趁着上班前到学校领快筛 为的是要为了明天复课来做准备 新规上路的第一天 不止家长快崩溃 北市各校更是忙翻天 匆忙跑到学校帮小朋友拿快筛试剂 趁着上班前一点点时间 家长赶快跑来领 一箱箱快筛试剂 老师周末假日返校加班分装 却都因为教育部停课新规上路 北市学校跟进新智 假日校方经济通知家长要提早复课 但想返校就得先快筛 不止老师忙着发送试剂 家长更要多跑好几趟 只是政策宣布太突然 还是有部分班级 因为快筛试剂来不及理 实在没办法提前复课 快筛的这个分发的作业 所以有一点的些微的时间差 有三个班呢 我们就维持线上的这个远距 北市长安国小为例 全校共七个班停课 其中四个班 本来就原定在周一复课 但政策宣布后 另外三个班也可以提前在周一复课 但作业流程实在太赶 同时要造册 还要分装试剂 校方忙不过来 决定缓冲一天 晚一天复课 新规上路首日 北市各校忙翻天 在周六宣布这样的事情 所以对学校来讲 我们还有周六 还有周日 一个半天的时间 可以去做调整跟规划 停课新规急着上路 不止家长崩溃 学校更是措手不及 一届台北综合报道 为了买快筛试剂 全台很多地方 都像这样子出现了排队的迹象 台北市跟基隆市 同时向中央开炮了 北市府轰指挥中心 要给的快筛试剂 迟迟没送到 基隆更要求改变 快筛实名制的贩售方式 否则将引起民怨 疫情指挥官陈时中 亲上火线回应 强调会依照各地的需求增减 更返向北市只有提报约12万剂的需求 基隆更只有提报3万剂的需求 中央甚至是还多给了 像北市就给了73万多剂 北市府发言人 陈志涵怒呛说根本没送到 不要营造出快筛剂足够的假象 快筛试剂总是买不到 各地出现民众大排长龙 甚至母亲节当天 有小朋友陪爸爸妈妈买 累到只能睡地上 或是只能在路边写回家作业 台北市先开炮 中央要播的快筛试剂 迟迟没送到 需要12.5万剂的快筛剂 但目前还没有配发到 基本上都几乎都差不多 足额有给 他们报时报12万 预计发73万 73万剂的快筛剂 但目前也都还没有到 营造出一种快筛剂 很足够的这个假象 我想如果以身报 如果不足应该把它报好来 中央征用快筛试剂 让地方政府不满 拿不到又买不到 北部县市同时开炮 七龙市也跳入战局 只是先前北市府删掉 原本要买疫苗和防疫物资 二十八亿预算 柯文哲前一天大抱怨 相信中央会配发 导致预算删光光 却被议员大呛 是北市府买快筛试剂 手脚太慢 中央有关的部份都跟我们讲说 这个防疫物资中央会处理 错了什么 有时候人家讲的话 我们不要太相信 台北市政府没有钱可以先买吗 你就是没有先买啊 所谓靠山三岛 靠人人老 更有民进党议员贴出各县市 采购快筛试剂统计 今年一到四月 北市只花五十三万买快筛 对比高雄五千多万 桃园新北台中 全都好几百万差很大 快筛乱象全台到处可见 到底谁的防疫脚步太慢 如今炒翻天 就从杨高子谣 台北部到